2021全省旅游饭店职业服务技能大赛 提升服务窗口 选手量出18班武艺 奥运冠军徐施晓 带您由上饶鱼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景德镇陶瓷作品展亮相词博会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旅游饭店可以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为了提升全省旅游饭店行业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 日前江西开展了一次全省旅游饭店职业服务技能大赛 大赛上选手们切磋技艺演练技能 展示服务风采和水平技能 在规定时间内摆台铺床套背 动作是一气呵成既熟练又美观 铺台布然后餐椅定位摆电盘 还有我们摆桌子上的弓箭 突出我们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中心或者主台 我们要突出西餐的高大上 我来自平乡迎宾馆 今天来参加的是我们江西神酒店技能大赛的前厅岗位的比赛 这个岗位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我们酒店的门面 也是我们客人来到酒店第一印象的门卡 来自平乡迎宾馆的徐倩 从事酒店前厅服务已经两年了 两年的前厅服务工作让她受益肥浅 未来她将不断提高自身技能 在前厅服务这个岗位上 展示江西旅游饭店良好的形象 让游客舒心满意 除了前厅服务员岗位 本次大赛还设置了客房服务员岗位 中餐服务员岗位 西餐服务员岗位 比赛可谓是竞争激烈 经过11个社区式初赛和副赛 共计66人参加此次全省决赛 应该说这四个项目呢 都是比较好的体现了我们酒店的一些核心岗位的这样的一些技能 尤其是像我们的一些中餐的选手 包括西餐的这个创意设计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各个酒店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充分展现了我们新时代下 我们这种高薪级的酒店也好 包括我们一些这种特色酒店也好 他们的一些服务的一些文化 包括我们的设计的一些理念 都是可以很好的彰显出来了 张磊告诉我们 此次比赛结合了一些国赛要求 在比赛环节中 作委会在前厅服务和中餐服务两个环节中 特别设计了一个沉浸式 真实性的一个环境的还原 有两位演员真实演艺客人 体验前厅服务和中餐服务 刚才您看到的前厅这个项目当中 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餐当中 都设计了这样的有一个对客的环节 这样的话呢 比较好的把选手在日常工作当中 所展示出来的技能呢 能够充分灵力的表现出来 通过大赛我们也是在储备 我们今后参加我们国赛来储备一些力量 因为旅游饭店这个行业呢 应该是在我们饭店行业来讲 它一直是一个引领和标杆 那么我们也就希望我们通过这样一种 服务技能大赛 再一次把我们这个标准能够立起来 让我们所有的酒店 在这个给我们来我们江西的客人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感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 是当下的时代要求 此次大赛可以说是全省旅游饭店行业 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的一次 大检阅和大交流 在促进行业间交流与学习的同时 也为全省旅游饭店业 储备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型和技能型人才 对进一步提升我省旅游饭店服务质量 促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记者了解到四大岗位 每个岗位各设立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两名 三等奖三名 并为在比赛中团结协作 勇于创新的代表队 颁发突出贡献奖和优秀组织奖 东京奥运会女子500米双人滑艇项目的冠军 徐诗晓是咱们江西上饶人 她在10月8号正式出任鱼杆县的旅游行乡大使 近日徐诗晓来到鱼杆进行文旅宣传推广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奥运冠军会给我们推荐上饶鱼杆哪些旅游好去处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诗晓 湖观三色最美鱼杆 鱼杆是湖观秀丽的梦里水箱 鱼杆琵琶湖水上训练基地 是我曾经拼搏训练的战场 大家可以往这边看 这里风景优美如诗如画 琵琶湖是徐诗晓梦开始的地方 当初他曾在琵琶湖水上训练基地 努力训练 奋力拼搏 才有了东京奥运会上的夺冠 可以说这片湖面见证了徐诗晓的努力和辉煌 琵琶湖白天波光练艳 风景宜人 晚上更有五光十色的灯光秀 以及环湖灯光带美轮美奂 依托琵琶湖打造的景区内 更有摩天轮 名人文化园 水木电影 湿地科普馆 烟波亭 和水上战桥等去处 是鱼杆非常值得一游的打卡点 此外 徐诗晓还重点推荐了中意文化园 江屯湾 田园婆阳湖 河布老街等景区景点 鱼杆寺 出品 资料 三湖四线的发展格局为引领 大力发展休闲旅游 生态旅游 乡村旅游 文化旅游 打造提升了一系列旅游景区景点 此次加上奥运冠军徐施晓的推广助力 将进一步提升旅游品牌影响力 吸引各地游客纷至踏来 今年的景德镇中国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景德镇陶瓷作品展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展览通过以陶瓷作品创作和展成的形式 来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以景德镇独特的方式 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成为本届瓷博会的一大亮点 前来参观的参展商和观众络络绎不绝 大家一边参观 一边拿起了手机拍摄记录 感受景德镇陶瓷文化 与百年党史结合产生的独特艺术魅力 感到心里非常激动 非常澎湃 可能自己也是个胆人嘛 我想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就奋斗几十年 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分天附地的变化 整个展览的主题呢 都是以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通过投词这种特殊的载帖 来表达我们景德镇一大批投词艺术工作者 通过它的笔端将对祖国的歌颂 对共产党成立献礼的这种热情 还有心情都化于瓷化瓷品之上 本次展览紧扣建党百年主题 由序言和1921至1949 1949至1978 1978至2012 2012至2021 四个时段篇章 以及团市委独立展区组成 共计展成130余件作品 这些作品体现了广大陶瓷艺术者 庆祝党的百年华旦的深厚情感 也是近年来党史题材 陶瓷作品创作的最新成果 其中 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师曹爱琴 历时半年创作的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陶瓷大纲》 我创作的这个作品是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这个大纲呢 我呢也是很自豪 就是我们共产党100周年来 经历了这个历史 所以我把它创作出来了 本次展览处理由陶瓷艺术工作者的原创作品 还展出了景德镇一批陶瓷收藏家的 红色主题作品 在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毕露蓝驴 艰苦创业 砥砺前行的百年辉煌历程 这件作品是陶瓷美术家 曾山东在60年代创作的 在60年代的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当时呢是曾山东也是创作出了这个雷锋 创作出了王杰 然后呢这些作品呢 就是感染和教育了 期待着在这个建党100周年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能够把自己的收藏展现出来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这不仅仅感受他的这种艺术价值 同时呢还能够是感受这个红色的这个激情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的文旅资讯快报 10月23号 第三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 继第21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龙南开幕 国内外的160多名明史和阳明学专家学者 阳明文化爱好者出席 论坛上 专家学者围绕阳明质量之论 及其对社会建设之启示 阳明新学的当下传承 王阳明龙南的文化德政等主题 做了主旨发言 论坛将持续到25号 期间 与会专家学者还将进行分组交流研讨 前往太平桥 南武当山 关西新围等地游览 日前 江西百线百日文旅消费记 武宁县分会场 畅游山水 相约武宁文旅消费记开幕式 在预建武宁剧场 拉开序幕 活动定于今年10月至12月开展 通过省市县三七联动方式 在全省100个县区市全面铺开 活动期间 武宁全县A级景区 全部免收大门票 景区内消费项目及酒店民宿 实行打折促销 最低优惠至六折 根据安排 武宁计划开展线下消费记活动18场 线上活动3场 包括飞仪购物节 文创大赛 美食节等 满足不同游客个性化需求 这次文旅消费记活动 旨在通过文化旅游活动 构建全域 全时 全灵的文旅消费生态体系 赏美食看美景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